难凭道计词训,中数之道。天心最词,最和谐。这人心转好,大道救心昌。人人修道,人人心好,念头好。何愁不能道化家庭,道化联邦呢?世间一切的不平。起因都来自于人心。所以才说修道修心。问问徒儿心修好了吗?这贪嗔痴慢一放不下。 就一直活在对待当中。所以天下本无事,容人自扰之。明师一支点,人人天心良能来发现。展露天心就是善待自己。当能善待他人。中数之道。中。我有没有素其本位。为人某有没有忠心。该做的是做到了没有。数。可有站在他人的立场想一想。 同理心,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苦衷。不要彼此为难,同修之间摩擦。没有那么严重,不要把彼此逼到尽头。若是中数做得到,道场就是一片和谐。 记得道场不是战场,不要有暴力之气。伤人又伤己。善用这个肉体,做些有用的事。不要一天一天白白过去了。只要用心去学去行。 先佛,菩萨都会加灵加智慧。 这项怎么立? 就是孝贤法圣。 先佛本是凡人做,他也是父母所生。 只要我们凭一颗善良之心。 去做,去学习,定有所成。 对父母孝顺,对朋友要有人意。 要忠于国家,这世间千变万化。道理若不懂,就会人心惶惶。 所以要好好研究。如此人生观才会改变。 立在世上才清明。因此要好好参悟道理。 若是生活日常中,改掉不好的。 这就是真正学习圣贤。